第七十七集 有几个靠近的保安更是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这他们还是人吗 所有人目光死死地盯着夜晨 恐惧害怕生怕对方宠他们动手 还要挡我吗 夜晨背对着他们冰冷的声音响起 突然转过身毛子扫尸全场 一声沉喝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不是助纣为虐的地方 如果你们还想挡我 我不介意把你们的身体扭断 不痛 那几个保安直接吓得跪下了 这他妈是什么恶魔呀 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感觉到要死了 就好像那小子把周围的空气全部抽走 一双无形的手扼住了他们的咽喉 一旦反抗 留给他们的只有一个死字 夜晨冷哼一声直接抓住了孙怡的手 我们进去 孙怡大脑一片空白 他知道夜晨当过兵很能打 但是这也太逆天了吧 两扇钢铁大门直接被扭曲成这样 夜晨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江北大学 男生寝室一二楼 气氛极其凝重 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圈人 大多是被这动静吸引过来的学生 完全是麻木的脸 人群中央 张仪抱着受伤的汪宇恒 坐在花坛的边缘瑟瑟发抖 他心疼啊 汪宇恒一直是他的骄傲 从小到大学习成绩好 又懂事 好不容易考上了江城最好的大学 结果在大学里 居然被人打断了一只手 关键这群畜生全是滔天 居然还和学校勾结 甚至连救护车叫了也没有用 消息全部封锁 这是造了哪门子的孽啊 汪叔手里拿着一根棍子 就这样挡在汪宇恒和老婆的面前 用倔强的身躯护着母子 而他的面前则站着好几个人 为首的是穿着一身名牌休闲服的青年 青年眼眸充斥着高傲 怀里依偎着一个身材颇为火辣的女子 看样子应该是情侣 高傲青年身边还站着两个魁梧的男人 寸头身上的肌肉隆起很是吓人 除了这些 男子身后还有几个大富翩翩的中年人 应该是学校领导一类 校领导拱着腰 时不时和高傲青年说几句话 脸上堆满了笑容 高傲青年目光落在了汪宇恒的身上 冷笑道 汪宇恒 我他妈还以为你找了谁呢 原来就是这两个老东西呀 汪宇恒眸子迸射出火焰 站起身 却又被张仪按了下去 于成东 你再敢骂我爸妈试试 很显然 高傲青年就叫于成东 对于汪宇恒来说 没有人可以侮辱他的父母 如果不是他父母起早贪黑 给他挣学费 他根本读不起大学 他虽然没有生在大富大贵之家 但是有这样的父母 他很满足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用功读书 考江北大学 就是为了出人头地 但是谁能想到 今天的江北大学 彻底让他寒了心 堂堂的校领导 居然不惜一切代价 讨好一个家里有背景的学生 这是什么世道 于成东向前走了一步 汪叔便警惕了起来 挥了挥手中的棍子 你别过来 我已经报警了 你动我老婆孩子一下 我死也要拉上你 报警 于成东笑了笑 是你的那个剑种 摸了我女朋友 警察来了 说不定你儿子 都会被关进去 我没有 汪宇恒几乎咆哮了起来 晚上的时候 他刚从图书馆 自习准备回寝室 就莫名其妙地 被几个人抓住了 更是痛打了一顿 当围观的人多了起来 于成东旁边的女人 便站了出来 指责他习凶 结果 这群人打得更厉害了 直到他看到于成东出现 才明白了一切 就在三天前 他目睹了于成东 在学校小树林 差点强暴一个女孩 正义凛然的他 直接扇了于成东一巴掌 而这一切 显然是于成东设计的报复 他知道于成东的身份 他的父亲于兴邦 是兴邦实业的老总 在江城黑白通吃 手段通天 他一个穷学生 怎么斗得过这种 有背景的富二代呢 他第一时间向学校求助 但是谁能想到 副校长和教务处主任 反而站在了于成东的那边 更是指责自己下贱 败坏江北大学的名声 于成东居高临下的 看着面前的一家三口 一群老不死的东西 还敢威胁我 江城于家 你们惹得起吗 还有你 汪宇恒 你不是很能耐吗 老子就他妈 堂堂正正的 费你一只手 你能把我怎么样 穷逼而已 也敢学别人多管闲事 也不知道是谁生的杂种 汪宇恒再也忍不住了 挣脱了张仪 直接一脚 向着于成东踹了过去 于成东丝毫不动 身边其中一个寸头男人 直接抓住了汪宇恒的脚 压了下去 瞬间一种钻心的疼痛袭来 啊 随后 汪宇恒便被甩了出去 汪叔看着自己儿子 被这样欺负 直接抽出棍子 向着那个寸头砸去 那个寸头冷哼一声 一个剑步 一掌拍在了汪叔的胸口 汪叔怎么打得过 这种职业训练的家伙 一把老骨头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于成东抱着怀里的女人 一脚踩在了汪宇恒的胸口之上 你不是很厉害吗 动我一下试试 你再管我的事 老子不光让你在江北大学待不下去 整个江城你也别想待 张仪脸色惨白 连忙去求学校的领导 傅校长 你帮帮我们家宇恒吧 他 他去年还拿了一等奖学金啊 谁料 傅校长直接甩手 把张仪推在了地上 你那剑种自己不长眼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自讨苦吃 说完 那傅校长更是来到于成东的面前 换了副表情 恭恭敬敬道 于少 接下去怎么处理啊 要不要把这小子关进去几天 我有个亲戚 在江城派出所那边 于成东没有理睬对方 而是居高临下看着汪宇恒 突然想到了什么 哎 我好像记错什么了 你摸我女朋友的是右手吧 我刚才废的 好像是你的左手 汪宇恒眼眸充斥着怒火 刚想爬起来 却被那两个寸头按住了 于成东 你不得好死 总有人会治你的 于成东哈哈大笑 哈哈 天王老子来了 也治不了我于成东 我今天就废了你另一只手 让你一辈子拿不了笔 说完 于成东猛地抬起腿 向着汪宇恒的右手踩去 这一踩 绝对是毁了一个人啊 张仪脸色变了 汪叔想要爬起来 却发现自己没有一丝力气 他无比的绝望和悔恨 为什么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不努力一把呢 就在于成东的脚要落下的时候 一道惊天咆哮 从外面响起 你动他一下试试 下一秒 拥堵的人群仿佛被飓风撕裂开一道无情的口子 有些学生甚至感觉到背后传来了一道极其恐怖的力量 直接将他们掀飞出去 黑影穿过 正是暴怒而来的夜沉 夜沉眼看的畜生要踩下了 手中凝聚出一道真气气浪 直接轰出去 于成东只感觉眼前一黑 整个飞了出去 砰 重重地砸在地上 后背疼痛不止 夜沉看了一眼地上的三人 连忙将汪叔和张仪先扶了起来 两人伤势不算太重 随后才将汪宇恒扶到了一边 关心道 恒子 你感觉怎么样 汪宇恒死死地盯着夜沉 突然发现了什么 惊叫起来 你是成哥 你 你怎么回来了 夜沉点点头 但是当他的视线 注意到汪宇恒的另一只断手 和身上的鼻青脸肿 身上顿时卷起了一阵血沙 如果不是自己及时赶来 后果不堪设想 一旦双手被废 他汪宇恒前十几年的努力都白废了 他曾经经历过汪宇恒这种绝望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汪宇恒此刻心中的痛苦 关键 他万万没有想到 废掉汪宇恒手的竟是一个学生 现在大学都这么社会了吗 最让人不能忍的是这一切的发生 都是当着校领导的面 这种不作为的领导 有什么资格教书育人 社会的垃圾 不光如此 还有周围这些冷漠的人 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人阻止 甚至也没有一个人报警 他们就这样冷漠地 看着这三个弱势群体被欺负 这是什么样的事道 这难道就是麻木的华夏人 陈哥 这件事你别掺和了 我可以应付的 汪宇恒笑了笑 看起来很轻松 叶辰了解汪宇恒的性格 他拍了拍他的肩膀认真到 就凭你一直以来叫我一声陈哥 今天我就要为你出一口气 汪宇恒脸色大变 他可是知道叶辰的实力 五年前天天被人欺负 一声不吭 关键也不会打架呀 就算会打架 事情只会更麻烦呀 瑜伽在江城 可是极其有势力的存在 别别别 陈哥 算我求你了 但是叶辰已经放开他 一步一步向着于承东走去 汪宇恒刚想站起来 去拉住叶辰 孙姨已经挤了进来 按住了汪宇恒 恒子 你受伤了 让姐看看伤势怎么样 汪宇恒看到孙姨现实一正 旋即反应过来 激动道 你 你是 孙姨姐 你怎么也来了 哇 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可是对方这么多人 还有陈哥的实力 他话还没说完 孙姨就打断道 你别担心他了 现在整个江城都没有人敢动他 啥 姨姐 你开什么玩笑 你别担心他了